西班牙的海鲜名闻天下 很抱歉 我没办法请您品尝到这些美味 但我可以让您一饱眼福 记住它们 下次有机会到西班牙的时候 您就知道要吃什么了 西班牙海鲜品种丰富 在欧洲 我觉得西班牙的海鲜品种之多 品质之好 是最接近我们美食大中华的一个国家了 首先我要推荐西班牙的虾 西班牙的虾有无数多的品种 有很多是我们国内不常见的 像这种巨大的熬虾 虾肉丰满 肉质紧实 美味可口 这种像我们的大对虾 也是个头巨大 不过却鲜嫩多汁 咸香扑鼻 这种大头虾 有点像我们的小龙虾 但比我们的小龙虾大 肉多高肥 吃着更加过瘾 而且 它是海虾 不是淡水虾 所以鲜味更浓 口感更加丰富 只可惜西班牙海鲜的烹饪方法有点简单 不是炸就是烤 或者是铁板煎 或者是白水煮 不像我们大中国的做法那么丰富 不过俗话说 高端的食材往往不太需要过度的加工 简单的烹饪 更能品尝到食材本身的好味道 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对美食一种高深的理解吧 这种个头不大的甜虾 西班牙人常常加橄榄油 加蒜蓉 还有一些其他香料 放在小陶瓷盘子里煎煮 算是他们比较复杂的加工啊 不过味道确实不错 很多店里都有 作为下酒的小菜 吃不饱还解馋 西班牙的龙虾 建议您一定要尝尝 它和澳洲龙虾 阿拉斯加龙虾不同 个头略微小一些 但是却肉质饱满 味道鲜美 而且价格也不贵 几十人民币就能够吃上一只 西班牙贝壳类海鲜品种也非常丰富 各种一贝 蛤蜊 海螺 生蚝 应有尽有 建议尝尝西班牙的淡菜 也叫海虹 欧洲的淡菜公认比利时的最好 但我觉得西班牙的淡菜 一点也不会输给比利时的 不但肉体和比利时的一样是金黄色的 而且更大更饱满 鲜味更足 西班牙的扇贝也不可错过 新鲜干净 个儿大未美 价格也比国内的便宜多了 西班牙是我在欧洲发现唯一一个有吃比价的国家 这种海鲜在国内可能很多人都不常见 可它却是海鲜中少有的商品 西班牙的比价稍微和国内的有点不同 颜色更深 个儿头更大 但味道和国内的没有太大区别 口感方面可能更Q弹紧实一些 西班牙人居然也吃鲜子 不过他们吃的是我们国内叫做竹鲜的品种 同样个儿头巨大 可能因为是野生的缘故吧 在西班牙 大部分海鲜都是天然野生的 这也是在西班牙吃海鲜的另一种口福吧 西班牙的螃蟹品种倒是不多 主要就是面包蟹 其他品种的螃蟹比较少见到 不过西班牙的面包蟹高满蟹肥 品质跟法国的完全可以媲美 而且他们对蟹黄的处理比较特殊 常常直接在蟹壳里做成羹汤的状态 真的是掀掉了眉毛 西班牙鱼的品种也数不胜数 而且也是欧洲少有的有吃活鱼的习惯 很抱歉 我对鱼的认知非常有限 好多鱼我都不太认识 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红色的大眼鱼 无需怎么加工 只要简单的烧烤就非常的美味 最特别的当然就是这种鱼 硕大的鱼眼睛了 眼珠子就有一颗大龙眼那么大 爱吃鱼眼睛的小淘气们 保证让你一口上头 西班牙的海鲜实在是太多了 时间关系只能简单的给您介绍这些 总而言之 喜欢海鲜的吃货朋友们去西班牙 那就是踏上了幸福之旅 只是会有两个烦恼挥之不去 一个是体重爆表 一个是蛋白质超标 感谢观看